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摸到很软粒 不会很硬 洗澡时摸到才发觉有 没有病征 脂肪瘤的性质基本上是皮下组织的脂肪细胞生多了出来 例如量性的脂肪瘤这些基本上是细胞生多了 细胞的性质和正常脂肪细胞都是一样的 数量多了 数量多了就凸出了出来 成因是什么呢?经常有些人会看脂肪瘤的时候 就说我曾经撞过这里 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摸到一件东西了 这个也有点理据的 可能就是一些创伤 没有人会碰到皮下组织里面的脂肪细胞 可能他发炎 发炎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一些讯号令到他生多了出来 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是没有什么原因都好 他都容易生的 本身最常见就是 比如说四十岁至六十岁之间最多 可以是单独一构 通常都不会很大 但有些时候就很大构都有的 有时就不是只是一粒的 有时是一大堆的 就像这个图片那里大家都看到了 他有一堆的生都会有的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他有些病征的 比如说他真的大到很大构啊 或者他就算不是很大都好 压住周边的结构 比如可能压住旁边的神经线 就可能会有痛的感觉 脂肪瘤又怎么医呢 坊间有很多人告诉你 买这种药 或者做什么治疗方法 或者有些时候有些人叫你找针 抽了它 这样各样 其实脂肪瘤到今天为止 最有效的方法都是做手术的 因为脂肪瘤它有个特性 它除了说一堆的脂肪细胞聚在一起之后 它通常就有个好像纤维这样的殻 就包住这样的 有些好像你蒸熟一些咸蛋 它有就是你剝皮的时候 它有层膜这样的 你剝得漂亮 就说这些一个蛋就走出来很漂亮的 脂肪瘤一样了 因为它有一个这样的纤维的皮包 手术就会很容易就将它整个就弄出来的 要是你就算你说打针啊 或者各样抽啊 你都怕抽不完那些细胞 它也是过不过一会儿又生回出来又翻发 如果你做手术呢 其实都很简单的 就将整个东西包在那个壳 就一起移走 那就比较一楼永逆一点了 通常要做的话 一般就是说 可能不要看啦 或者真的压着周围的组织 令到有不舒服才做手术 否则你其实不理它 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些很简单的医学知识的话 建议你买我的新书 例如Dr. Wax 幼稚园 你可以在网上在HKTV Mall订购 亦可以在各大书局 即是三中箱 田园书局 成品书店 天地图书 都可以买到的 接着两个星期就会离开英国 可能出片就比较稳定些了 大家见谅 未订阅的 记住点击订阅键 点钟仔 留言 点赞 有能力的朋友 可以透过超级感谢的功能 表达你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提起来 站起来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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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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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